OK 玉琴 我是夾在 媽媽跟小孩 妳自己的媽媽 就是我自己的媽媽 妳媽媽跟妳的小孩 對 那我有一陣子 因為媽媽年紀也大了 然後有一陣子 我就常約媽媽說 妳就出去吃飯 沒有事的話 妳就跟我一起吃飯 跟小孩吃飯 那我媽媽那陣子 就突然為什麼 不知道為什麼 她就變得人際關係很封閉 然後她就說 我不想要出去吃飯 妳們自己去吃就好了 那妳就開始會擔心 我說為什麼 然後後來原來我知道 因為我媽媽那陣子 就是因為她膀胱的那個 應該講鬆掉了 她的肌肉鬆掉了 所以她會漏尿 然後她一漏尿 她就會覺得說 我好像去參加朋友的場合 或者是跟你們吃飯 會帶給你們困擾 一直要上廁所 那果不其然就是 我媽媽那陣子就是 妳去吃一頓飯 她大概可以上七 八次 那時候我就覺得妳有點怪 我媽媽那時候又不講 因為她就覺得 好像我講出來 她覺得會給女兒麻煩 然後會給家人麻煩 然後我就說 那妳要去看啊 然後妳知道 要說服媽媽去看泌尿科 其實還是有點困難 他們就會覺得 因為尤其是長輩 又覺得那個地方 然後要看泌尿科 妳要說服爸爸都很難 還媽媽 對 然後媽媽就更保守 因為以前那個年代 那我說不行 妳一定要去看 後來果然就是 帶她去看之後 就發現說 她的那個地方 膀胱脫垂 也就是說 她本來有一條肌肉 是可以鎖住的 但因為年紀大了 就鬆掉了 那我就問醫生 我說那這個應該怎麼辦 他說其實是可以動手術的 然後後來就動了手術 但是在動手術的那段時間呢 變成 我白天送完小孩去上課 我就等於要到醫院去陪媽媽 就等於我是兩邊在顧 兩邊在忙 可是好死不死 就是剛好在那段時間 我接到了學校的電話 妳知道媽媽 只要接到學校電話 都會很創 緊張死了 都會很怕 然後因為我兒子 就突然在那一段時間 不知道為什麼 他整個全身起紅疹 然後我就想說 奇怪 到底是那有沒有發燒 然後保健師就跟我講說 沒有發燒 但是他全身起了紅疹 然後還特別拍照給我看 然後說不對 那我趕快先去接他 會不會是在學校喝酒 沒有 起酒疹 那時候才小二 小三 妳這個觀念 那有很嚴重的偏差 妳怎麼會這樣 沒有啦 不是喝酒 不是 他就起紅疹 然後整天就全身從四肢開始 然後就起紅疹這樣 那我那時候以為說 是什麼樣的一個狀況 是玫瑰疹嗎 還是玫瑰疹之類的 然後其實也不是 後來去看了醫生 我就帶小孩去看醫生 醫生跟我講說 那個叫第五病 我連聽都沒聽過 都沒聽過對不對 它是一種小的病毒感染 但是還好它是自己會 就是病毒會靠自己的免疫力 戲劇嗎 病毒 是病毒 對 然後它就是會全身長紅疹 這樣 我連聽都沒聽過 但那時候真的嚇死了 我想說我一邊要忙媽媽 一邊要弄小孩 蠟燭兩頭燒 然後那個時候 其實我老公你說豬隊友在 偶爾還可以幫忙 偏偏豬隊友也不在 因為豬隊友那一陣子 全部都在出差 都在東南亞 連豬隊友都不在 都不在 那真的是整個快崩潰了 這時候豬隊友不在的時候 你就很想罵他 而且這個時候終於 現在 不是 神隊友 豬隊友也不錯 別一個人就好了 不是 連豬都沒有 豬隊友可以開車 至少可以開車 你就不用停車了 對 我就可以趕下去 我還要去停車接小孩 然後還要去照顧媽媽 所以那陣子真的好 後來忙完之後 我就自律神經也失調 然後我胃潰瘍了 大病 對 變成就我神病 這果然就是俗語講的 蠟燭兩頭燒 媽最沒動頭 不是 有這個問題 我不曉得男生 會不會有這種感覺 可是媽媽在小孩 比較小的時候 很容易生一些奇奇怪怪的 病的時候 如果你有兩個小孩 或是你家裡有老人 或是有先生要弄 或是你有工作 加上一個小小孩 你真的有的時候會覺得 所以有時候女人很偉大 女人真的很辛苦 就是真的太恐怖了 很累 真的很累 三明治女人要硬起來 為了拒絕當三明治 曾經做過什麼事情 玉琴 妳幹了什麼瘋狂的事 我沒有多瘋狂 我就是退出他們的群組 為什麼要退出他們的群組 不是 應該這麼講 就是我有一對夫妻的朋友 那其實我認識男生比較久 然後後來其實他老婆 其實也是我的朋友 我後來介紹給他們 然後他們就結婚了這樣 那我就覺得還滿OK的 那有時候就是兩對夫妻 大家一起出去玩 或者是後來帶小孩 一起大家聚餐什麼之類的 那有一次我就是想說 以前我們都是分開在LINE 那比方說男生有什麼事情 要問我 然後我就說好 那我們就是個別個別的LINE 然後跟女生朋友 是個別個別的LINE 那有一次就突然 他把我加進去了 女生的朋友把我加進 他們兩個夫妻之間的對話 那時候我就覺得 這個很尷尬 那個女生就說 玉琴妳幫我評評理 妳說為什麼不能看 那個勞工的手機 然後我就心裡在想說 妳幫我什麼事啊 然後後來她老婆 她老公就說 不是啊 玉琴 妳自己講 妳會看妳老公電話嗎 然後就心裡想說 說真的 我不會耶 然後我就想說 我一講這個我不會耶 其實三個人的對話 大家都看得到 然後那個女生可能就會覺得 妳怎麼這樣 妳怎麼幫她講 妳看她都不回我電話 然後她都怎麼樣怎麼樣 然後要去哪裡也不講 然後怎樣 剛剛在私訊裡面對話 到後來我就夾在中間 我說我幫男生講話也不對 那偏偏這個女生朋友 就會覺得說 她是妳介紹的啊 妳不是跟我講說 她對什麼老婆很好啊 對女生很好 那妳也不能負責她 對 然後我就心裡想說 婚姻是自己要經營 妳又不自己煩 就很... 後來我真的受不了 後來我就說 不好意思 因為我要忙小孩 我先退了喔 你們好好聊 不要吵架 我就先退了 就很尷尬啊 妳退得早 類似的故事 我朋友發生過 那個到最後是很戲劇化 就是三方也是這樣交火 然後吵... 然後類似男生也是 像妳這樣角色介紹的 對 到後來那個男生終於受不了 他老婆 我就是受不了怎麼樣 我跟你講 很難吧 他就是要氣死他老婆就對了 這樣子的話 這個真白 對 然後這時候妳就退對不對 對 來不及 對...還好我退得早 我沒有... 沒有 等他講出這句話的時候 妳就退了 太可怕了 不會啦 我朋友 OK 好 英文 我是夾在婆婆跟老公中間 滿常夾的 就比如說像以前最早的時候 因為我 剛嫁到桃園去的時候 就是常要通勤 那我都會 不太習慣坐車的時候 我就覺得 我就說寶貝妳載我嗎 妳載我嗎 然後我老公那邊 我媽媽 我婆婆她是說 那妳載我去哪裡 所以我們常禮拜六 禮拜天 都在搶人 搶司機就對了 週末司機 對 那我自己就覺得說 好吧 那沒關係 那就先這樣 我就自己坐車去也沒關係 那妳就去載她這樣 那後來 誰 婆婆 婆婆 對 就是她媽媽對不對 對 那我最前陣子就發生 比如說類似像 比如說婆婆她就覺得說 附近有一個很漂亮的圖書館 她覺得可以去圖書館走一走 她說那妳跟那個 妳跟我兒子講一下說 假日的時候 帶我們到圖書館去走一走這樣子 那我就想說也不錯 我自己也滿想去的 所以我們就還看了一下 YouTube的介紹 就覺得這真的是太漂亮了 小孩去一定會很開心 那一箱了 我又跟我老公講 寶貝 禮拜六 禮拜二天妳要做什麼 她說禮拜六 禮拜二天 我要帶你們去野營 可是媽媽說要去圖書館 那妳說要去野營 她說不是 妳不要隨便亂答應我 她說要去哪裡 我們就帶媽媽一起去露營這樣 我說可是媽媽她不喜歡野外 她看到貓 看到狗 尤其是貓 她看到貓跟看到鬼 所以她就不喜歡去那種 有時候有色 對 那像這樣子的時候 我就會不知道怎麼安排 像出去旅行的時候也是 每次還安排行程的時候 老公想去的地方 永遠跟婆婆想去的地方 完全不一樣 我就會夾在中間 妳會不知道怎麼安排那個行程 然後也有過類似像 婆婆跟媽媽也會夾 讓我夾在中間 不知道怎麼辦 有一次也是吃飯的時候 婆婆想吃川菜 媽媽想吃海鮮 可是剛開始 他們一開始兩家人要見面的 那前幾次的時候 妳會比較不知道怎麼溝通 而且我們又是閃婚 所以爸媽其實之間是不太熟悉的 然後就這樣我 我就拖了五天 因為還很長 拖了五天一直跟我老公兩個人 就會吵架妳知道嗎 她說沒關係 妳就直接跟妳媽說 我媽要請她吃川菜 我說不行這樣 然後我媽就有可能覺得 妳媽不是很尊重她 後來還好 公公突然聽到 公公說沒關係 我們吃燒肉吧 那時候我真的有一種覺得 天啊 不是 對 就覺得我抓到伯母 而且是一個 有一點位置的人講的話 婆婆也會聽 那我媽媽可能也覺得說 對 那我就覺得 就比較好解決 有的時候在妳身上 他們就是故意唱反調 看妳會選誰 對 老人會這樣子來試探妳 他們會喔 到中心 我有時候也是滿兩邊 是不是夾來夾去 除夕回家 那總是我做東 訂餐廳就很難 我媽媽這一輩子只喜歡吃 台式料理 台菜的 而且是很傳統那一種 紅旬米糕啦 香菇雞湯這一種 可是我更多的是那些什麼 姊姊啊 子女啊 外甥啊這一些的 義大利麵 年輕人誰有辦法給妳吃 什麼香菇雞湯 什麼紅旬米糕這一種 所以有一年我就訂了一個 日本就是 創意料理 還不敢訂日本料理 又怕太傳統 還得加創意兩個字 很大一盤 中間給妳搞一個小盆栽 然後那個黑黑的都可以吃 妳以為是泥土 黑黑的是巧克力 對巧克力 就是這樣子喔 所以年輕人吃得津津有味 我懂他們還在這邊打卡 按在IG上傳 我媽喔 我媽不曉得在耍什麼脾氣你知道嗎 就吃了一塊生魚片 老人會喜歡 然後第二道又是一個 她看不懂的那些 又吃 她筷子就一放 我說吃它吃得很好 這妳怎麼不吃 對啊 好粗啊 妳們覺得好粗就好啊 妳們也不用管我覺得好不好粗啊 妳們就覺得好粗 妳們就覺得好粗 好可愛喔 她就想吃排位嘛 然後這群小朋友本來那個 一口喝牛 放在嘴裡面 然後阿阿阿阿 然後我媽就 阿嬤生氣了 對啊 阿嬤說粗啊 粗啊怎麼不粗進去 她幹嘛放在嘴巴 姐姐那邊 放進去啊 好粗 覺得好像喔 所以 隔年又訂回來 海哲皮 這樣 這種時候過年一定要以老人為主 要 又要 淑氣圍爐了嘛 我今年還是訂 沒有 因為至少一媽就是 好粗 你要這樣子想 你的子子不敢跟你生氣 是 你媽會跟你冷暴力 所以你要選擇哪一個 你為了自己親近 你當然是讓你媽媽開心啊 兩個一起叫 對啊 還有一點他們要有一個正確的觀念 圍爐是為何而為 跟你們有什麼好為的 是因為媽媽還在 為媽媽而為嗎 沒錯 媽媽如果不在跟你們會個屁啊 對啊 對 是這個意思 對 會不會跟我這個故事有點類似 直接擺爛 真的 有時候會這樣 比如說 像我自己也是一個覺得說 自認覺得還滿貼心的 有時候在安排一些事情的時候 我會去替這個人想 替那個人想 就像妳這樣 我會去說 那你們不要吵架 我們幹嘛老是放人家 替人家想 那個類似了 我自己這時候也是 就是曾經有 就是在幫一個 就是我們那個公司裡面 有很多個這個部門啊 團體這樣子 那我們常常每個月 都要去北部開一次會 南部的人都會上來 那我們在安排的時候 總是會有人說 我想要帶小孩去 我可以帶我老婆去嗎 可是男生跟男生睡 女生跟女生睡 要怎麼讓你們兩個人 可以睡在一起 還有比如說怎麼吃東西 一桌就十個人吃 那哪十個人坐在一起 但是排久了之後呢 就發現 我自己真的太熱心 因為我有時候會 那你們兩個是一對情侶 兩個人要一起來開會 那我就說沒關係 那個玉琳哥 妳就寫女生 因為我覺得 大概會有兩人房 或四人房 那你們四個是認識的 你們就可以睡一起 那男生跟女生 可能病在一起睡 你們是沒有關係的 就類似像這樣 我就會自己以為 自己可以每一次都處理得很好 就我們高估我們自己這樣 對 結果後來 就有幾個人就說 為什麼每次都他坐前面 我每次上廁所都很不方便 還有我要走出去 要幹嘛要躲 我都要經過別人 他說睡覺 那個人超會打呼的 可不可以不要跟那個睡 然後我的手機就會開始 差不多要排位置的時候 就會開始很多Line 我可以不要跟那個誰誰誰睡嗎 我可以不要跟那個誰誰誰睡嗎 我就好幾次好 因為一個月都要來一次這樣子 那樣的狀況 後來 你有時候覺得你已經安排得很好 我已經覺得 我都為大家著想 這樣應該是非常完美了 結果還是有人生氣了 結果還是有人不爽說 覺得你不公平 你每次都排那誰跟誰睡 我說因為疫情 他們一家人就是得睡在一起 可是我想跟他睡 我就 好煩 對 算了我不想做了 來 抽籤 你們要怎麼睡自己睡 對 我就不要去做誰跟誰 誰跟誰什麼關係 要當壞人 只會 對 抽籤吧 就你們抽到誰跟誰睡 抽到誰跟誰吃飯 就用抽 好嗨喔 我喜歡這樣耶 真的嗎 隨你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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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的一起抽 但是這樣子是確實 一起抽 擺爛之後就會有些人就不來了 早知道你就把它改成這種規則 每次活動都大成功 而且就難以打散喔 可以喔 對…